我們來看到其實現在在英國罷工問題 怎麼還沒有解決啊 佳琪 沒有錯 如果要暑假去英國玩的人要特別注意了 因為英國現在又要罷工了 基層的勞工覺得他們的薪水真的太低了 因為在疫情前他們被砍了24% 那麼現在他們雖然講好說要幫忙加回10.1% 但是之前扣那麼多現在才加這麼一點點 根本生活入不敷出而且又通膨 所以他們決定要來罷工了 那麼6到8月每週要行動 第一波會在6月24號 所以這個時間如果要往英國去的 觀眾朋友一定要特別注意了 那麼他們現在也會做緊急的應對 不過現在受影響的航空公司蠻多的 包括了英國航空公司維珍 那麼現在阿聯酋跟卡達都有受影響要特別注意 不過還要注意的是這個巴士的費用 現在要延長到10月底了 那麼原本在疫情期間他們推出了搭巴士 只要兩磅 那麼這樣子的活動 那麼也就是要再延長了 對沒有錯 因為現在好像感覺大家在英國也不是過得很好 如果再恢復的話大家壓力會很大 所以呢原本他們的平均的價格是2.8英鎊嘛 那麼現在他們就壓壓到兩磅 2024年底前呢他們會審票價上限措施 希望可以給英國的民眾在生活上有一點補貼 對也是希望給大家一點補貼啦 不過很多人如果你想要搭飛機的話 基本上你都會打經濟艙 但現在其實敦對經濟艙有很多新的想法出現 就是所謂未來版的上下部經濟艙 大家從圖片上可以看到 其實過去我們看到經濟艙就一排一排的往後嘛 就跟你教室裡頭的座位是一樣的 對但現在呢有上跟下 而且這已經是改良版的 其實在去年曾經提出一個非常新創的概念 也是這樣子上下的版本 但是呢當時就有很多的質疑 就認為說你上面的第一個 你頭很容易頂到這個天花板 這個客艙的這個天花板 因為呢他的位置其實距離這個頂部 大概只有1.5公尺左右 像我們兩個進去可能都必須要彎腰駝背 不過這個發明人就說 其實你本來進到飛機客艙就應該彎腰駝背 經濟艙本來就已經很小了 還是這樣說 不過比較大的問題是出在下面 因為下面你上面一個卡的人在這邊 下面就會覺得非常壓迫感 非常擠 不過現在還有新的改良版出現了 他們希望說這個 希望可以增給這個經濟商的民眾 多一點空間 而且針對飛機 這個航空車部分 載客量可以增加5%到10% 而且未來是有機會量產的 還有如果你想要少走幾步路 而且更快的話現在有電動鞋 而且穿起來像運送帶 沒有錯 因為我們剛剛講完天上飛 現在講一下地上走的 那麼這一雙大概是1400塊美元 你的速度可以增加1.5倍 我們平均行人走路大概是4.8公里 這個時速 但是你穿上了這一雙 不得了就會來到了11.3公里 有人就說走的走的就好像踩在這個 輸送帶上面走跟飛一樣 所以他們就說未來說不定可以突破一些行人 在走路上的速率 不過我看到這個我可能會覺得 離他遠一點 應該會比較安全一點 因為可能控制速度的確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再來我們來看到很多人討論說 Trade GBT 還有很多的深層式人工 AI 現在都讓大家開始有點緊張 因為當然他帶來一些商業上的機會 但是呢其實也帶來很多的隱憂 尤其我們知道其實現在2022年的網路流量來說 人類竟然只有52.6% 那其他人是誰 誒是機器人 竟然佔了47.4% 增加的速度也蠻快的 那接下來如果人工智慧開始更 深層式的人工智慧更加靈敏的話 對我們的網路安全是不是會有一些危害 沒有錯 而且大家又擔心人類會不會被取代 尤其是現在物業戰爭開打之際 資訊戰也很重要 像是烏克蘭的一些水利啊 能源的大廠 現在都受到了一些資訊上的攻擊 那麼未來這樣子會不會應用到 其他的層面上 尤其大家也很擔心了 台海如果有危機的時候 資訊戰是不是就是一個 因此現在機器人 他們這樣串在網路上 惡意的資訊或是惡意的阻擋 會讓人家覺得更加緊張 那麼也會擔心未來的業務 會不會受到影響 對而且過去 其實我們有一些網路的安全的應用 例如說你可能他會給你九宮格 叫你選出哪一台是機車 哪一台 或是哪一邊 哪個圖片裡頭 你可以看到紅綠燈 現在呢 如果是惡意機器人的話 都有機會模仿人類 躲過這些安全軟體 所以未來如何控制 如何監管 就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了 再來另外一個重要議題 我們來討論到是天氣 英國真的好熱 尤其是衛兵在接受彩排的時候 他們戴這個熊皮帽 真的非常熱 尤其在10號的時候 當時英國倫敦飆到了30度 當然我們現在這邊應該更熱了 可是他們可以看到 整套的軍裝穿起來 還有這個熊皮帽戴上去 真的是非常熱 所以在這個彩排的現場 竟然有人熱到昏倒 所以說 當時這個威廉王子也在現場 當然讓大家開始決定說 全國還有全球現在都面臨到的是 溫室效應開始逐漸發揮 再加上今年是剩一年 絕對是非常熱的 而現在在歐洲也出現了漢夏 據說10年都難把這個水給補回來 沒有說 因為現在歐洲也缺水要降雨 至少要降個10年要豐沛的雨量 才有可能補足地下水 那我們都知道西班牙 可以就是歐洲的麵包籃 那麼現在的橄欖油小麥的生產 都受到了影響了 引發數百萬歐元的農損 那麼在義大利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現在缺水已經影響到 整個農業的產區 他們的副總理還成立了專責小組 為什麼要成立呢 因為他們三分之一的農產 都已經受到影響了 還有法國當然在歐洲這一塊 他們才剛剛遭遇最常沒有降雨的冬季 但是2030年前估計要減少10%的用水 現在在歐洲缺水的狀況非常嚴重 就連他們都開始在呼籲荷蘭這種用水大國都說 請大家節約用水減少澆花給洗車 沒有說到荷蘭 其實過去我們知道荷蘭是耕海爭地 耕海搶地的國家 他們要最重要的是怎麼治理過多的水 但現在從這個治理過多的水 開始要注意到的是開始抗旱了 因為他們全國的水位現在來到了歷史低點 成立因應小組來抗旱 而且其實在荷蘭他們有紀錄以來 其實現在在今年就是有紀錄以來最乾的一年 所以他們從防洪變抗旱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國安危機 尤其我們來看到不只荷蘭 德國也是德國非常重要的是萊茵河 萊茵河不只供給他們一般的生活用水 連他們的整個工業也都必須要用到這條河的水 而且他們其實把這些貨物運到外面去 其實也都是走水路 也因為乾旱的影響整個河面的水位下降了 連帶他們沒有辦法把這個貨物是運出去 所以如果今天貨船是滿載的話 其實現在也都沒有辦法 現在盡量能減就減 而且未來這個貨船 它只能運四分之一的貨物量 現在也讓他們當地變得非常的頭痛 這個水位到底降到多低呢 其實有個數字顯示它開始降到一半以下 那麼對於之前來講就是非常大的落差 那麼當然這個船運又會受到了影響 那麼周遭的用水就更不用講了 更別說是灌溉 也因此現在又在烏俄戰爭的時機 糧食短缺的時候又遇上了缺水 那麼現在小麥如果種不出來的話 在於歐洲來講就有更嚴重的糧食危機 那麼包括歐陸的旱災貧船 還有像哪裡像義大利70年來最嚴重的乾旱 已經讓三分之一的農產量限危機了 那麼當然也包括了法國跟西班牙 很多的土地甚至是已經開始沙漠化了 所以現在農民也好頭痛 面對這樣子的漢情之外 他們當然歐洲也要搶水來用 所以他們現在是非常的苦惱 對的確歐洲現在要搶水來用 而且其實我們剛剛告訴大家 其實現在歐洲面臨到的是10年來 最嚴重的乾旱 雖然說今年在3月底4月初的時候 其實在歐洲很多地方其實是有下雨的 但是它的下其實只有下個一兩天而已 完全難以補足說 從去年冬天到現在一連串的旱下 所以我們剛才說 其實它的地下水可能要10年 都有豐沛的水量才有辦法補足 所以現在在歐洲面臨到的是 所謂的缺水危機 再加上我們剛提到今年是剩一年 剩一年代表的就是全球都會進入到一個 已經溫室效應夠熱的狀況之下 甚至也都還會出現所謂的溫度再提升的情況 乾旱在歐洲今年也是難以避免 台灣在今年也會進入到一個暖洞的態勢 甚至呢 其實現在我們說的這個剩一年 還有這個水嚴重不足 全球都乾旱的情況之下 接下來大家要特別提醒 在歐洲現在也傳出很有可能會有天然氣再度漲價的情況 他想說去年前年的俄物戰爭 其實已經讓整個歐洲面臨到所謂的能源 還有能源相關的危機 德國的煤炭也運不出去了 對運不出去 然後現在整個天然氣也都是逐漸的被抬價當中 所以接下來對歐洲如何應對 所謂的極端天氣所帶的危害 就變得必須要趕快來解決 好我們在今天也非常謝謝家綺加我們 謝謝志瑜 好感謝您收看今天的TBS國際Plus談全球歐洲觀察單元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